华为Mate 40 Pro要素颜色最好看的也许就是这个白色了 这两个也是今天刚说的橙色也是嘎嘎的好 麒麟9000 5G版的芯片放在日常使用也是完全够用 这两个都是2000多就能到手 也许你会觉得2000多价位可能能买到别家性能更强的终端机 但是当你换一种思路你就豁然开朗 Mate 40 Pro的性能跟目前新款的Mate 60和Pure 70系列都是相近的 但是那两个新款旗舰要5000多起甚至高的要上万 直至上它们的芯片就是同中同源的 而且还有华为相同权重的优化 当使用也是非常失华流畅的 同时还能拥有3D人脸识别以及不熟的质感 旗舰终归是旗舰 在拍照方面也是完全够用的 旁舰微距广角镜头对付日常来说也是完全够用的 作为主力机再用几年也是完全没有压力的